我們總觀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好 不同意 到第三天 這個康熊熊的稍後 議長幫我們做閉幕式 以後呢 做一個團體照 我們就可以回到溫暖的家 還是發聲音大家都很高興才對 我們這個時間 有一個中國國情報告 中國國情報告呢 我們都看了一本 我現在已經發給人 這中國國情報告 寫的人就是中國 中國的空軍的上校 叫做戴旭 他所寫的 他寫這個 他寫這個 如果美國人 將戴旭分裂 分裂中國的鷹派 鷹派 你不要看這些鷹派 這些鷹派 坦白說 有時候 他們對自己本身 的世界 做什麼東西 都搞不清楚 他們就是說 中國有這個核子武器 可以對美國來挑戰 我跟你說 基本上 不太有可能 而且 他們要發動的以前 我相信 美國就已經 先下屬圍牆 所以你看看 現在是中國的整個狀況 中國現在的狀況 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中國是 由中國共產黨 獨特一個政黨 通領了到全部的中國 這個共產黨 他這個通領是怎麼成立的 當然 在1949年的十月初一 那一天 武特東 在北京的天安門 宣布說 中華民國已經消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由一天開始 中華民國 就已經不夢了 所以中華民國不夢的時候 他們一直到 他叫四九年的十二月 找誰 在台北 宣布說 中華民國 遷都台北 其實所謂的遷都台北 實際上 台北並不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裡面的命徒 所以中華民國 雖然宣布了 遷都台北 其實在法理上 是不成立的 你知道那個時候 1949年的十二月 那時候 他中華民國總統 什麼人你知道嗎 李宗仁 李宗仁走在哪裡 在美國 走在美國 所以應該照道理來說 在法理上來說 就是要宣布說 遷都台北 也要由李宗仁來宣布 但是結果呢 1949年的十二月 他宣布以後 九戒舟竟然宣布 復刑事事 正如說九戒舟 他實際上 沒有中國政權的 那些 定通的領土者的身份 按照道理來講 他不能宣布 中華民國 遷都台北 更何況 1950年的三月 他宣布 復刑事事 就是說 再一次 來 看這個中華民國 在法理上來說 所以今天 你們知道 中華民國十七雄 在台灣 是假的 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要宣布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應該算什麼人 要李宗仁選佈 李宗仁並沒有選佈 你選擇 沒有名分 因為他在1949年的三月份 他們就宣布什麼 退野 下野 就是死質 李宗仁起來 做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你看說 我們台灣人 錯的有多厲害 我們就是說 中華民國 很多是從那來的 事實上呢 沒有啊 他選佈 這樣就尊勝 台灣人 常常會犯的 這一個道毛病 像是這便 在華府 國際會議時 我們台灣民眾 雖然是派十七人去 他就是說 他在那裡選佈說 台灣政府成立了 這樣就成立了 這樣這個意思 不像說 我現在在這裡 向大家選佈 我們 從今年開始 成立美國政府 這樣美國政府成立了 你聽到意思嗎 所以 你在自己處裡面 選佈說 美國政府成立 頂等同於 在美國跟選佈說 台灣政府成立 沒效 法理上沒有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 台灣民政府是在 2008年2月2號 在台北選佈台灣民政府成立 因為 2006年 的10月2日 我們控告美國 這樣 電話他們選佈 以後 我們就已經取得了法原 法律的根源 有辦法以自衛權 而名義 來宣佈說 台灣民政府成立 一直到今天為止 所以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的架構 這是完全符合萬國公法 和服美國的法律 所設定的一個政府的組織 所以各位 我們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我們是政府 我再說一次 我們是政府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不是說 政黨 如果政黨的時候 就有什麼投票 或是說你要參加這個政黨 或者不參加這個政黨 政府沒有這樣的東西 只要你要申請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這樣你就是變成台灣人 所以我經常說 你在外面跟人家說的時候 他說是台灣人 請你拿出證據 要說法律 所以余政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局的常委 他在5月23號他說 法理台獨 法理台灣 他們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法理 他最害怕的是說 你台灣人 如果說法律 他就沒辦法跟你辯論 因為法律是我們唯一的一條線路 你想想 我們如果說真的用政治台灣 我們就用政治台灣來說 政體台灣 政治是可以按照老百姓亂說的 還是說說爽的 說民主感情 談到的政治是政治台灣 所以我經常問究 所謂的政治台灣 是什麼叫政治台灣 法理台灣又是什麼叫法理台灣 其實余政生 他不是只有余政生說這句話 要還有國台辦也是一樣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方面幾次都已經開始說 法理台灣或者法理台獨 我們要記住 我們不走台獨的路線 我們走的是台灣的路線 台灣的路線是什麼 我們要讓台灣回到 讓台灣國際地方正常化 這正常化是什麼 回到原點 什麼原點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導航以後的原點 由原點開始 我們台灣人再一次走 這樣的時候 台灣這裡我就有出發了 不然你如果在政治台灣裡面 傻傻生 你生不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 中國 現在對台灣有消息 有消息 過去是消息到要害 但是現在開始了 他們的改變 他們的改變 台生就要將這個 真正的台灣的地位 要說清楚 他如果沒有說清楚 就變成這樣 中國人 十三人的人口 十四人的人口 他的永遠的民主感情 這樣很容易插槍走火 因為中國人會覺得 台灣本來就是我們的 各位 已經不是他們的了 你在馬關掉的時候 你就已經正式 將台灣朋友跟周邊群島 已經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已經切斷了 已經跟中國無關 這是法理 你如果每次要說 歷史上 中國是 台灣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就跟他說 歷史上 尤其是清條的時候 地道你們有看過 那時候 清條有包含整個台灣 沒有 只有西半部而已 一半而已 只有一半 你可以講說 這一塊土地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沒有辦法 所以無關在法理上 還是在歷史上 在地理上 中國對台灣 他不會說 已經是完完全全斷念 就是因為失去 那個人要向台灣 要收回去 還是要向台灣 變成他的一部分 已經完全沒有可能 你會開心嗎 不然不好意思 對不對 很清楚 所以是這個情形之下 如果有人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來講我聽 我相信 你如果聽完 你就知道怎麼說 你在法理上 你在不管做一條 都不是中國的 歷史上 也不是他的 法理上 也不是他的 不管做一條 都不是他的 所以你看 我給你保證 我每一次 如果你說保證 都絕對有效的 中國絕對不再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再來是換我們 他不講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要怎麼走 我們要怎麼走 這樣台灣人 頭腦腰腰腰腰好 也腰腰腰 都想說 那如果沒有人會 我找到我的 你在路的 找到一個皮包 剪刀皮包 世界旁邊看一看 沒有人會 你把他抵下去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拿手 可以喔 撞到皮包就你的喔 不可以啦 撞到東西 你就要想不到 你一般生活 要去問警察 看有人放棄嗎 如果教育電話 中法沒有法度 就知道 六個月以後 如果沒有人會領 這樣就算沒有你的嘛 對不對 日本政府已經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啊 這樣台灣人撞到啊 不好意思喔 國際法的那裡不說 要做 貪券多久 你撞到你的耶 NO 不是耶 所以 日本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是日本政府放棄 因為日本田農的嘛 日本田農 他才交給日本政府去管嘛 所以日本政府 只放棄台灣主權 他是放棄什麼 他不可以關難這樣而已 不可以關我們 這樣台灣只有一條路而已 還有日本人 日本田農的土地 日本政府不可以管 這樣什麼人要管 我們自己管 我們自己管 是變成什麼 主題 主題的時候 也沒什麼對 因為你雖然主題 你要問什麼 日本田農 這樣複雜就複雜在這裡 很複雜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要怎麼跟大家說 讓我們可以了解說 這個台灣的地位 到底是什麼 日本政府不可以來關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有事 日本田農 還不可以直接來關難 因為郭金川 和平台第一條的米 但是日本田農 還有台灣的 還要借我們拼託出款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每年去跟日本 田農 拒絲 其實日本田農已經知道了 現在日本也開始在變動了 日本也開始 188位 日本的眾議員 去殘拜 日本的建國神社 所以日本也開始說 要將麥克拉斯 製造的憲法 要把它毁掉 和平憲法 廢掉 回到明治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我們到今天為止 那時候日本的交互 田農宣布的 明治憲法在台灣實施 到今天沒有廢掉 台灣總督府的官制 沒有廢掉 所以 這是我們台灣人 你68年來 通通不知道的事情 現在一行一行一直撲出來 到現在 所以我經常說各位 你們是革命的先行者 萬一在這裡 你現在大生來了解 我跟你說 不用再多久了 後面的人 他也會了解 不是只有你能夠了解 後面的人來了解 他腳步就變得比較慢一步 所以 各位你要有信心 有什麼信心 我跟你說 這間廚 是你的 反而他拍你的 什麼人要跟你唱 這樣不可能 不可能 就是叫警察自己猜 沒有用 還有部隊自己猜 沒有用 這間廚也是你的 渣萬 都是你的 這間廚 台灣這個土地 在感情上 感情上 是我們台灣人 住在這個土地 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但是 聼拖主權 不是我們的 聼拖主權 是日本天皇 我們現在打拼 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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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拼這點 所以各位 你們今天來這個集份 你們要得到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用這個 我最近有寫一批文獸 那一批文獸 就是台灣魚犬 說台灣的魚犬 台灣的魚犬 台灣的魚犬 我相信這批文獸 你們有看到 你們就會很清楚 我在這個地方 我簡單 頭一段 給你聽 你就知道 到底 我在說什麼 台灣人 首先要清楚明白 一件國際的法理事務 才有辦法來對這次 菲律賓 槍殺台灣漁民的事件 會來講話 你如果都不知道這個屬實 跟別人說 你看 這邊的 當時叫槍殺他 中華民國派 既得劍出 既得劍上面掛什麼 美國 我相信你如果不來上海 你絕對搞不清楚 我聽說這兩天 電視台裡面 那些政論節目 都在討論 你討論 他們都沒辦法說到重點 他們搞不清楚 奇怪 想很久 怎麼會刮那一機 二川 有一個駕駛員 中華民國的台老大 那些駕駛員 那些戰鬥機的駕駛員 他出來講什麼 你怎麼知道 他說 中華民國買的武器 炮彈都放在 放在 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上 如果要在的時候 要他申請 很多武器買之後 放在那裡 放在管道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那不是我講的 電視裡面講的 電視裡面的政論節目 那個駕駛員說的 你們 就是我們 我們大家 我相信大家 都很清楚 因為台灣 尤其是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中 現在可以證明說 台灣尤其是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 但是我相信政論 那些人 因為沒來受訓 他們都搞不懂 奇怪 你出錢 中華民國出錢 竟然放在那裡 放在管道 尤其中 放在那裡 放在美國 第七艦隊 好奇怪 你過去 你如果沒有上課 你絕對不知道 你去日本 本來三天兩晚 變成兩天一晚 全出外國是美國的國旗 美國國旗 你有看 還有一張 那是那個 蘋果日報封面的機子 你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有的人說 我都沒看到美軍 各位 這是不是美軍 這是美軍 這是美國 這是美國 美軍 你有清楚 所以很多 外面的人 要跟你說 但是我們 不能說 我們如果紀念要走法例 就要從頭走到尾 走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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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走到尾 走到尾 我跟你說 什麼人就沒辦法動力 什麼人就要導航 要向我們導航 因此 你看看 這張是那個 蘋果日 那個 一週刊的商品 剛才那張呢 是這個 我們自己去賣的商品 美國國旗 你想想看 像中華民國 你買武器 放在管道 像中華民國 買的炮彈 放在 第七艦隊 不是第七艦隊 航空母艦上面 要用的時候 再去申請 這是說 要賦予 本來說 他說要軍援 有嗎 軍援也取消 你是恐怖組織 你要軍援 看到鬼 中華民國 是恐怖組織 你知道嗎 美國當時 美國國務院選擇 三個條件 符合的人 都是恐怖組織 第一 不是一個國家 這美國說的 不是我說的 美國說的 中華民國 是不是國家 不是 那不是國家 第二 擁有武器 中華民國的武器 他自己買 知道我台灣人去立場 第三個 在當地爭兵 當地爭兵 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完全符合 國務院所稱的 三個恐怖組織 所以賓亚登等於 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 他加軍援 美國說 No 所以我們根本 海軍 什麼海軍 不是我們 我說錯了 是中華民國 他 流亡政府的海軍 他說要軍演 騙台灣人可以 但是要騙我們 在座國 他不可能 你很清楚 所以 10萬 中華民國一定會離開 你不用擔心 絕對離開 這樣有沒有 好 中華民國離開 再來換我們的正義 我們很可惜 我們跟今天 我們還沒有訓練好 但是 經過法府事件 以後 我應該有一個感想 我們不想 只要去充那個量 我們不充量 我也不想 靠我 說什麼人有地名 都給他來 No 不要 我希望 一般的 台灣人 有地位的人 來受訓 來接這個政權 我不要有那個知名度 那些都不好 有知名度 沒有那個台階 台灣流失 所以我現在想想美國人 在說的 完全正確 坦白講 他對於我們 台灣人的個性 跟台灣人的思維 完全掌握 有的人說 秘書長 什麼有死 沒有那些事情 好啦 昨天說沒有那些事情 你想想 當時 把你選佈說 兩千塊十一年 把你選佈說 兩千塊十一年 選佈說 馬營救贏了 八十萬 八十萬 我猜測的嗎 我有這麼做嗎 去年三月開始就跟你說 七月開始 就說日幣 會由七十九塊 變成一百塊 我猜測的嗎 我有那麼厲害嗎 真正的事情 只是像我跟你說 這個軍艦上面 我美國國旗 只是表示美軍在這裡 一樣 有信 就是有那個 記號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 象徵 有那個跡象 但是 有的人都看不見 你不是人說 這麼簡單 你真的看不見 所以外面的人有得想想 我現在 慢慢想想 而且很可憐 外面的人看不見 這麼多年 六十八年的教學 我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我現在已經覺得 不要聰明 聰明不好 要聰明 要聰明 我們現在的高級版裡面 你看看 我們的長的徐哥林 教授 幫我們上藝術 聽話聽手 徐哥林上的藝術聽話聽手 不錯 我跟妳說 我以前沒有聰明 我也聽不懂 什麼抽象化 我也不知道 我到現在 我聰明後 才知道什麼叫抽象化 所以 我們不是只說 法律 我們要將台灣人 所謂的抽象化 所謂的抽象化 有一個圍材 是要各個角度 上下左右 各方面的角度 來圍一張爪的頂管 抽象化 我以前看不懂 我現在終於 不是不敢說全部懂了 我至少懂一點 有入了門 我覺得很好 這是 在這個普通的日誌裡面 對我們台灣人的 一些藝術官 文化官 在教授 所以我是認為說 上課是不一定說 就一定每天都跟你們說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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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從各個角度 各個方面 來幫你教 我們的連先生 那些 那些給你們想的 這個要做 激勵課程 各位 那就是 要將你的頭角 的思維 開始幫你改變 要讓你 能夠 把過去 不對的思維 拋棄 然後重新 注入新的東西 這是我們最高級班的好處 當然 後禮拜開始 我們又回到初級班 我們現在 兩集的 初級班 以後就有一期的高級班 為什麼 因為 這樣喔 我們像現在最高 整個 整間的告示 滴滴滴 剛好 像以前 哇 要想兩三百的 那個都不正常 兩三百的在最高 我相信 好過兩百的 所以美國跟你們說過 如果你們說這樣 用那些 那些 那些 兩三百的 這樣喔 兩間 到最高的 這樣不正常 美國考慮得非常正確 高點 你看 你們就 法府事件 那些就出事了 表示說 我們的 受的教育 美國說 不是這個強力 你要 要 值 那個錢 你要對台灣 這個論述 有確實實來了解 你才有辦法 幫台灣 解決 一條的 生路 我們到底 今天 台灣 要不要有生路 還是要把 沉淪下去 我相信 我們在這 國會你來這 最好 就是要希望 可以找一個台灣的生路 你看看 現在現實是怎樣 貧富 越來越懸殊 你看看 貧富 越來越懸殊 四小龍 不是你台灣人比較聰明 你不比較聰明 也不是你台灣人比較困難 不是 但是你怎麼會變成四小龍 因為你買的東西 有人幫你買 你做的東西 你生產的東西 有人幫你買 你會賺到錢 你賺到錢 你賺到錢 當然你的經濟起飛 不是說什麼人領導 坦白說 這是什麼人幫你幫忙 是美國 美國開放他的市場 讓你台灣人生產的東西 都可以買 各位 你賺到錢 你現在美國 不要研究 美國不要去買東西 賣東西 說要賣給中國 中國就沒錢 就賺到錢 你賣東西 當然越賣越壞 中國人的文化是 越做東西越壞 日本人越做越好 你看看日本人現在付出 看多快 GDP 已經超過三點多 日本現時 如果只有高級 日幣也只要變成110 本來是79 現在已經到103了 這和美國完全跟我們說的 都一樣 為什麼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現在跟他們很接近 很接近 所以他們在日本要做什麼事情 他會讓我們知道 他會讓我們知道 他記得 不要偷偷包 不要跳過 像是棒球比賽 你要整整整整 你打一球給人很高興 但高興以後你要跑壘 跑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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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三壘 回到本壘 得分 你如果說二壘 你不買經過三壘 直接跑回來 你就 死掉了 沒有分 所以他記得 法律的東西 不能偷偷包 每一步 都要按照我們的 預定的計畫 來進行 五月25 我們已經選擇 台灣民進府 整個內閣的部分 整個組織架構 已經重新變更 這是要配什麼 要配合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的政治局 政治局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在表的 右邊的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後面 是直接聽命於美國軍事政府的管制 左邊這個部分 就是事務局 事務局就是定義 讓你台灣人來做台灣政府 做台灣一般的所謂的 這個內閣的組織的東西 美國安排得很好 我們不用家教 人怎麼安排 你台灣人不要建立 你自己的賬款 你什麼時候台灣有主權 四百年來當時有主權 沒有 一到1915年的時候 日本田隆 政府的整個台灣島 這樣正式的建立了台灣的主權 以前從來沒有 所以你台灣人從來沒有管過自己 都不用家教 你民進黨雖然是台灣人 但是他們真的管到台灣 沒有 那是中華民國的體制 中華民國的政府 所以大家的思想 一定要把它轉過來 你如果沒有轉過來 跟現實是這種錯誤的思想 我們走的是死路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 無論怎麼樣 我們就是向法律這條路走 法律這條路走 很安全 很透明 也很舒適 你如果要跳過去 要做上革命 我告訴你 你怎麼走 因為我們沒有武器 我們沒有武器 可以對抗任何人 我們如果走法律 美國你把我折斷 美國你要保護台灣 有人幫你騎乎兵嗎 有人幫你替你做兵嗎 當然很好 你真的台灣給你建國 假設 給你建國 要做兵嗎 要啊 你要做嗎 你沒有要 你知道要做兵還是你不要做兵 你不當兵 你要建國你就要做兵了 要買武器嗎 你要出錢嗎 你沒有要 很簡單 台灣人的習性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所謂的建國 再來 建國是要建 要為什麼地方 獨立出來 要為誰獨立 有人說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沒有那些東西 為中華民國 要為中國 中國跟台灣就無關 要怎麼獨立 你沒有辦法宣佈獨立的對象 當然美國是向英國選擇獨立 因為他是在殖民地啊 我是誰的殖民地 我如果要獨立 我要向原來母國宣佈獨立 你台灣什麼是你的母國 日本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是你的母國嘛 所以 你有可能把日本天皇宣佈獨立 憲主持日本天皇不關到台灣 他是第一條 用他的管理 跟三四遍起來 跟吊起來 暫時跟吊起來 所以 我們 抱歉 是日本天皇的行民 我們就比較苦 一年一拜 去跟日本天皇 搖起了 日本天皇萬載萬歲 他已經知道了 日本天皇已經知道了 但是日本人都在吃醋呢 怎麼吃醋 你們見面 好像不輸日本天皇要讓你們唱 我說當然也唱 你日本人今天是日本天皇的什麼 國民啊 國民而已 你改變憲法啊 我們是什麼人 殘民 這是真的這個世間 歷史上的因緣來講很有意思 本來日本是來關台灣 有一天我們變成台灣去關日本 我跟你說 你看看今年十二月十五 既然我們騎你頭前擺下去 我跟你說 日本人的動作很震動 所以有些日本人也跟我們 現在自己反對 反對說 等一下 你們都在你說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我呢 抱歉 不是你們的 日本天皇說你是他的國民而已 你說對啊 你們的 我們的 新民啊 新民比較大 國民比較大 新民比較大 新民比較大 新民如果大那 國民是小弟 所以後來 我跟日本人在開玩笑 你如果看到台灣 你要擺 我們是新民 所以 他們現在知道 他開始回去 他要改憲法 一直要改 但是我跟你說 頭說 他改憲法不好 為什麼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 古今不太好 第一條的米 卡在上面 但是他有什麼事實在有好 就是他跟美國所通 美國如果 如果 第一條的米 他不要他進行 他不要去執行 這樣他馬上變成 日本天皇的成民 如果新民 最重要 要拼 對不對 你說什麼 我們年紀比較大 對不對 他們本來是用本出來 雍主 我們是輸出 我們是輸出 我們是一條 日本天皇一條 我們排老二 我們排老大 所以 歷史上 有很多事情 明明之中都有優秀的安排 剛好六十年的時候 讓我們發言說 欸 日本天皇要再到 也美國跟我們說 他不說 我剛開始也沒有那麼厲害 我如果沒有資料 我跟你說我也看不出來 我跟他一樣 你們相約跟我相約都一樣 他不一樣 我也沒有說 嚇到說 自己黑白相 沒有 美國如果沒有提供資料 但是他提供資料 他不一定就跟你說 你像說 他喪兩條 不要跟你說話 你回去看 你秘書黨就知道 一看 我一看我就知道意思了 所以他跟你說這句話 我美國跟日本天皇很前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現在要說台灣的問題 我美國要跟三人討論 日本天皇 好簡單嗎 所以有人說 我看不到證據 哪有證據 事實在這裡 美國也說事實 我美國的軍隊 跟日本天皇的軍隊很前 日本天皇建設 台灣這個土地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已經是期 憲法 叫萬國共法 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 你會記得 開羅宣言 當時下 是1943年的12月 對不對 那時候 美國說 我也不對 因為1943年的12月的時候 日本還不在台灣實施 憲法 那時候又是殖民地 但是 日本天皇救到台灣 他救四五年四月 跟全國實施 這個憲法 這個土地 就變成日本天皇 不能神聖不可分割 所以你自己想 你會讓日本人 日本天皇 表明像給你管 還是要向中國管 你無管 你要讓什麼人管 你按照法 你就是日本天皇管 你敢不敢搶老婆 你敢搶老婆 你敢搶老婆 我希望能夠選擇父親的 我很愛我老婆是王詠慶 你敢說王詠慶 做你的老婆 不可能 對不對 你的老婆 什麼人就是什麼人 法理上 是日本天皇 不好意思 你就是日本天皇的校生 不過 如果真的是 日本天皇的校生也不錯 都是皇太子 皇太 那個 不是皇太妃 那叫做 皇子 皇子跟皇女 所以 我們的頭角 要對法律 非常非常清楚 你如果對法律不清楚 我告訴各位 你就會活得非常痛苦 我們台灣到今天為止 尤其是這幾年 我們開始了解說 台灣的國際 到底是什麼東西 是日俗美戰 是像是本天皇 但是 美國軍事政府這麼厲害 你會問說 美國要簽名到當時 你聽我告訴你 美國簽名台灣 將來 他會跟波多利克一樣 他會說台灣 我不要簽名 讓你台灣人在主地 來自己管理自己 但是 你有所謂 有幾個地方 要租給我 我付給你租金 波多利克 古巴 當時就是 關探納木 我們來英修做美軍 日本的普天天基地 九十九年加九十年 做美軍 台灣有一天 我們會走這條路 來喔 九十九年 還有九十九年 所以我們這城市 一定跟我們說 有的飛機場 滾港 那些 那些港口 要永遠租給 當然它不會永遠 因為美國的憲法有這條 就是說他們不要再擴張領土 所以 他不會說自己 擴公 你這個港口就要給我 他會改造什麼 自己做 像像夏威夷 他很多軍艦 飛機場 做給美國的 做軍隊 但是你要這樣 美國人做事情 不讓你吃開 我幫你做 他會付錢給你 總是比現在中華民國 免費給我們開價 比較好也不是 我們做的比較貴 你看 有贊成他手 好 你們都說不良心 你們也不要說 同樣的價格就好了 對不對 合理啦 不要說做人比較貴 你也要想說 美國人要怎麼做 對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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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現在我不能公開說 要做好辦 不然美國就這樣 欸 欸 你說什麼 不對 你講對了 所以我跟妳說 我們後來的台灣 越來越好大 但是一定要 讓台灣的國際地獄 要回去政上化 日暑美戰 所以有人說 美暑美戰 哪有可能美暑 不可能屬於美國 對不對 很簡單嘛 所以 我這個台灣漁權的這句 台灣漁權的文章給出來 這個地方 因為我頭一段 各位 你要了解 因為這段 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你說 在台灣關係法 來 整篇都出來 全論都出來 來 好 然後 在台灣關係法 架構內的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authority 台灣authority 現在台灣authority 現實是中華民族 跟你們說 他是中華民國 其實不叫中華民國 叫做台灣authority 台灣當局 他的本質 台灣所謂的台灣當局 今天台灣關係法 裡面的台灣當局 就是 他的本質就是 結合佔領跟流亡的中華民國 殖民政權 台灣實際上 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 他是兩個身份 一個是流亡 另外一個是 占領當局 他用這兩個關係 和美國的國務儀中間 存在一個 美國跟中華民國 中間的外交關係 但是和美國國風部 所存在美華之間的 代理關係 戰爭法架構的 台灣民政府 跟美國國務院 沒有關係 和美國國務部 則是存在 美台間的 從屬關係 所謂的台灣政府 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頂頭上司是什麼 美國 軍事政府 所以 我有在想說 台灣民政府是不是 要改造 美國一點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如果想一點 對一般 所有台灣的一般人 會流亡 他看不見 因為六十八年以來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地方 你看看你就知道 最重點 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 這五歲七十 在媒體檢辦會 說他的立場 他說什麼 一切 等調查以後再說 你看 他這個立場 是不是我在 在上面 沒有六十 我在上課的時候 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那時候還不願意回答 我也說這句話 等調查清楚 再說 不是說 一個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們台灣人 市民 去用競賽 這樣就這樣 不是 不能用民族感情 國際中間的事務 一定要調查清楚以後 再來發言 調查清楚 未必對我們不利 但是調查清楚 我們的處理方式 可以得到 國際社會的認同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裏上課 我們從來沒有 翻查 調查 從來沒有 我每一次都是 農中教法律來 一定要教法律 所以 不用感情用事 不用感情用事 一切按照發言 這個中華民國殖民政權 是對日合約 所謂的對日合約 就是什麼 就這和平條的 23條A裡面 所說的 但你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來佔領台灣 成為台灣關係法架構的 台灣當局 台灣authority 所以 馬英九 他說 平常說要派什麼 做軍艦 那時候美國就出門了 因為你中華民國所謂的軍艦 表面上是你中華民國在使用 實際上是誰人在指揮 美國 美國 美國哪有可能 讓你去到福利賓 開箭 不可能 所以你要看 那個軍艦出來的時候 上面掛什麼 美國國旗 掛美國國旗 給福利賓也看得到 這是美國的軍艦 你不能打 什麼人敢打 所以 都在演戲 給你台灣人看 從頭到尾都是演戲 你不用緊張說會戰爭 不會啦 沒有人敢去嚇美國 你說中國敢折嗎 不敢 說比較白 他怎麼去招惹他 所以中國國情報告裡面的待適 我是希望說 那本事 你應該要去扛 表面上 美國是欠中國很多錢 有嗎 有啊 但是美國的金錢 你說 一點都不害怕 是不是有人說 就欠越多越好 反正不用行 有人說欠錢不用行 美國就真的這樣做 所以美國的副總統去拜訪 中國的時候 北大的學生問 請問美國副總統 你們美國欠我們中國這麼多錢 你們會不會還 這一錢安不安全 副總統沒想到就跟他說 非常安全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我給你保護得很好 有的中國人頭腦就比較好 尤其那個待適 中國的空軍的上校 人家頭腦比較好 他回家就越太越不對 他就馬上閃爪 不對 像你肚子裡面的一塊肉 你肚子裡面一塊肉 我用手要把你握得出來 握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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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握得出來 就要握出來 握出來 握出來是什麼東西 那兩隻黃金 那不是真的黃金 我們叫黃金 不好嘛 對不對 好 你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屬於屬於 中國發行公債的時候 竟然把他開張米 那個中國說 你要買多少錢 要買幾億 那中國你是不是說 我 動我 在中國動作空 我不要 但是 回去想想的 他還說 好好我買 我買 為什麼 因為 美國人 他說不買的時候 美國人跟孫母吃 我自己買 有區別嗎 有區別 一直 但是 中國的財政部 補充想什麼 不對 要求你自己買 你怎麼買 印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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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得越多 美金就怎麼 貶值 本來就欠很多錢 還給貶值 就不贏了 所以中國想一個方法 好 我今天開始 我沒有給你欠美金 我來改造歐元 他的外匯改造歐元 很難問 歐元倒閉 欠了那麼多 所以現在怎樣 他還倒回去 拿美金 這是美國 我再跟你說 美國還有一部 很 很 戰衣的方法 我跟你說 什麼方法 他是我國的 五年 他會死 他死什麼 美金改變顏色 現在美金什麼色 綠色 對不對 他要死死的時候 他美金改造紅色 你聽到嗎 為什麼改造紅色 因為你改造紅色 很多黑錢 黑錢 就跑不出來 什麼叫黑錢 例如 買軍火的錢 例如 毒銷 毒銷 賣以後的那些錢 沒辦法生錢 這些錢 如果變顏色 美金 最早最早 本來是 如果發生意義 讓他變成紅色 差不多三分之二 還是三分之一而已 美金馬上又回復到原來的地位 美國的保守太多了 你看美國 大家說美國有金融上的危機 會出賣台灣 會賣給中國 有可能嗎 不可能 是怎樣 你看美國 QE1 什麼叫QE1 就是印鈔票 像安倍晋三千 正在通的 印鈔票 QE1 QE2 QE3 QE4 印到這麼多錢 美金有沒有貶值 反而升值 反而升值 你不覺得說 你美國人到底在升什麼 不是你升什麼 是你台灣人到底在想什麼 破爪子 美國會破產 破個屁 破產 沒怎麼破 鈔票越贏越多 沒有貶值 沒關係又升值 你要看美國是怎麼操作的 每年一段時間 美國如果覺得他的美金太多了 他就改變 匯率 坦白講 我們玩不過美國 全世界都玩不過他 他大小 大小 什麼人都沒有辦法跟他對抗 以前北韓有氣笑的時候 還要發射飛彈 美國說 好 你要發射飛彈 趕快派什麼艦 航空母艦幾隻 什麼之前 去那個 離開北韓比較近的地方 美國要開錢 要嗎 要啊 但是他這樣開錢 他外國賺就回來了 賺很多 很奇怪 派軍 怎麼賺很多 他一個說 北韓一個說 發射飛彈 全世界 尤其是他旁邊那個國家 大家都金燈的 你知道F-35嗎 一隻F-35是幾億 幾億的美金 南韓麻將說 請你賣給我60架 日本說 也請你賣給我60架 和歐洲人也說 請你賣給我60架 歐洲說賣60架 你做飛機 去賣去 他賺錢 所以 美國怎麼會打北韓 不會啦 美國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打北韓 為什麼 做生理治療 還有一個 美國說 你想說我美國人說的 你金正恩 你打死 還有一個人叫做金正男 你的大人 大哥 什麼人你打死 中國在那裡 中國 一個說 北韓去小 比較快就講金正男 來來來來 你住在東北 隨時等待 回去北韓接政權 比如說 我沒有那麼笨 我會把你金正恩殺掉 反正你30歲而已 讓你去接政權 你也不能 東九四 你看 金正恩也很聰明 也很配合 你看看 他的作風 他現在從他國內 他要鞏固的領導權 他就 用那個飛團 把他拖出來 發佈小心 全世界都金正 在那裡看 他也知道 美國在天下都看得到 那個飛團拖出來 打開 把他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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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幾次 三次 他這三次 南韓也好 日本也好 澳洲也好 大家都買飛機買到要害 所以美國很感謝 金正恩 所以他會殺金正恩嗎 不會 你再玩 拜託你玩 他如果去催修的時候 他美國就賺錢 所以你 經國的國際的局勢 你要在那裡看 你不能看 補充 寫的那些 那都不對 美國要打 要出手 但是美國如果真的出手的時候 我跟你說五分鐘就解決了 五分鐘 金正恩知道嗎 絕對知道 所以你說那三十歲的小孩 他沒有騎 我覺得也是非常騎 他旁邊的 餐牧 也是頭腦很好 現在五分鐘是南韓 日本 怕 飛機 那邊買 美國只要 要派飛彈 只要嚇三次 美國不會 幾千億的美金出 賺很多錢 所以你看 國際的這個局勢 都是生在這個國家的秋頭 台灣 我們台灣 所以美國跟我說這句話 說起來 你們很雙心 你們台灣人講什麼話 我們根本就不聽 因為你台灣人都黑白說 現在美國只聽 我們台灣裡面只聽一個 做一個台灣民政府 因為你是照法律來講的 所以只能有這個法律 能夠自得了美國 沒有啦 其他喔 你跟他們說都在說價 說好聽而已 所以你要記住 只有這個法律這條路 才我就叫到台灣 我也是要鼓勵我們所有 這些高級班的學員 我們又需要人 你們回去 拜託的眼睛 稍微賤得比較緊 稍微看 不是說有人來就好了 NO 我們不要有人 我們要指 那個質要很精 你像我現在看 大家都年紀很青 這不他們都黑的 年紀越青 我們越喜歡 台灣的後拜 的名文監督 就是高代才他們黑的 你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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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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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不管你的想法是什麼東西 很清楚 第一 台灣人絕對不是中國人 這要弄清楚 第二 這個土地 領土 租款 也就是日本天皇 理由就是馬官條 很清楚 古金山河平條 沒有將台灣來交給中國民國 這樣而已嘛 這樣說起來不得事 但是如果你是死的時候 就是要照這條法律的路去走 所以 我今天跟我們各位說的 尤其是中國的事情 中國 他最近 我鼓勵中國 差不多三年裡面 應該就會發生問題 當你的平均所得 就是整個中國 平均所得 那差不多兩千塊 三千塊那時候 中國就變成了 為什麼說 全世界的共產國家 幾乎都是這樣 你說奇怪呢 為什麼老百姓有錢或電腦會出事 因為我們人都一樣 共產黨剛才開始的政策 給你每一個人都很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你要賺一碗飯來吃 但是你的飯賺來吃的時候 你賺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這中產階級的人 開始有錢的時候 有錢以後他就有孫雄 有孫雄的時候他就開始想 我們現在台灣 現時是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我們台灣人 在平均所得的 上面是要比中國 冠很多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有一部分的人 有很大部分的人 開始賺不錢了 所以是這種的情形之下 台灣還可以穩定一段時間 這個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要將中國民國 給它賺出去 我們要給它賺出去 我們不是要革命 我們不是要武裝暴動 我們絕對不推崇武裝暴動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在做的很多措施 不要和中國民國正面發生衝突 例如 我們後來開始要發行車牌 這個車牌 我們要發行 因為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七四二紀念是假 你就沒有資格在台灣 發行什麼車牌不車牌 USMG 美國軍事政府會開的TCG 台灣民政府 我們有資格來發行車牌 因為這個土地 這個道路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現在開始 慢慢練習如何來接管 為車牌開始 所以你如果要先車牌 要向你的車牌報名 不好意思 初期裡面國車只有五十幾牌而已 我最好瞭解 是現在開始申請 所以你如果回去 你如果要車牌 你要跟酒店說 在這個車牌 剛開始的前半年 我們要向你要求 我們的車牌 和中華民國的車牌要做那些刊 要刊六個要刊半年 刊半年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要先讓中華民國警政人員 開始熟悉 而且認識 那不然你直接把它掛下去 我給你馬上衝突 這我們不喜歡看到 到今天為止 有些人不懂 開始就自己做車牌了 在台灣 我看車200機 USM的車牌就寄給你走 當然那些車牌 到今天為止 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怎麼說 一般來說 你掛車牌 警察機關看到你 尤其主管都跟你說 算了算了 讓他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他走 因為中華民國沒有管台灣 所有的事情 因為中華民國是假的 他根本就不應該來管 美國的軍事政會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 我們為2,500年 到美國到今天為止 中華民國不找你麻煩 我們也不找他麻煩 因為我們知道他早晚要離開 所以這個車牌的 很好 現在頭前 我們只要創500機牌而已 你可以試試看 半年裡面 當然啦 到年裡 我是已經知道 美國 軍事政府裡面 尤其是來後 創好的時候 全面進來 不是說現在 不買一次 已經有一次 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看看那個軍艦 掛美國機 啊 那軍艦的 鑑長 每次收我們的授訓 初級班 所以我們送他一支美國機他掛的 你會相信嗎 當然沒有外線 他就沒有來 他怎麼掛 我告訴你 明天就是 誰在黑白說 黑白改歲 我如果是明天 我就這樣幫你寫 因為 那個紀德艦的艦長 才授訓 授訓以後 美國軍事 發了一個美國旗給他 初級班 不是啦 這不是 我是說笑給你聽 不是 所以 你們要很清楚 會了解 有很多事情 你在外面所看的 都不是事實 什麼人知道 中華民國的軍事要結束了 我跟你說 你要注意看中華民國 各著動作 是準備要離開台灣的準備 尤其在新加坡 在泰國 那些人發的發狗 還是台狗 看回台灣的時候 他們都有深深的體會 就說 你看看中華民國好像離開台灣 沒有錯啊 所以中華民國一天離開台灣 我告訴你 可能你今天睡 明天起來 宣布離開 馬上美國選擇 台灣民政府接掌政權 就這樣啊 這種事情 會發生 一定發生 肯定會發生 但是我們問題要問心注問 自己問自己啦 你準備好了沒有啦 你覺得準備好你搶手 還沒好他搶手 還沒好啦 我跟那些人都有自知之明 還沒好 還沒好沒關係 你不能走錯 現在一個發生 棒球 一個讓人說出來 李綠 那些人招政的一綠 那些本禮啊 不對耶 朝起床來 美國跟你說怎麼走 你就朝這樣走 不能偷吃步 發你的東西 不能偷吃步啦 偷吃步啦 一定要一步一步 向偷吃步 來走 國光回來 尤其最近 這個國際的局勢 我給你看 有很多事情 很多國家 也開始來了解 當然啦 這方面 如果沒有美國的 到三天 實在沒辦法啦 九月十二 九月十八 我們再一次 在美國基盤這個 記家會 這個記家會 對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來講 都非常的要緊 對中華民國來講 他也非常的要緊 當然啦 他也知道我們41萬的 十分情申請下來的時候 那個 那一天為止了 他們就要離開 但是我個人的評估啊 不用到41萬 很快 達到某一個數字的時候啊 美軍啊 美國就會跟我們講 當然這個期間 我可以跟各位講 台灣人是怎麼這麼好 你台灣民政府 現在是設很多啦 伊拉克 當然是二十幾個伊拉克的民政府 但是美國只剩下一個而已 那些東西 伊拉克的民政府 美國生日賣出 只有一個人而已 他把他宣布 在美國的伊拉克民政府 那個辦公室 把他刷回來伊拉克 只有一個人耶 一個人 不用多久他就馬上 馬上走進伊拉克 真正的民政府 其他的民政府 美國都把他取消掉了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民政府耶 什麼扶我摩殺民政府啦 台灣國啦 什麼台灣共和國啦 台灣臨時政府啦 最近在 在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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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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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台灣政府啦 美國是要看哪一個台灣民政府才有法理根據 你想看看 要看什麼人顧美國嘛 美國要背 也要撿到人耶 對不對 我們還有美國 美國要背我們啊 背我們什麼 政府要背我們啊 有可能說 我們還有美國 美國拿那個 政府去背給別人 不可能啊 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還說 美國的官方 那個執政 是叫什麼人 叫台灣民主 叫我們這個造人耶 台灣政府 也是叫我們這個造人耶 這是 白抓黑你嗎 有錯嗎 沒有錯啊 所以不管人怎麼說 我跟各位說一次 我們 堅定我們自己的信心 一切 以法理為主 不要讓 騙去 不要讓 煽動去 所謂 我們現在台灣民主是 詐騙集團 我不要再跟各位說 我每次都在說 說得很鮮 我們有自己無款嗎 沒有 有嗎 沒有 沒有 請你走 有自己無款的請你走 沒有嘛 都沒有自己無款嘛 現在沒有自己無款 有的人現在 現在他們用那一般證動的那個 那種的 要電證書 那種的都說 我要去查證 沒有給你無款 你要查什麼證 你有主機去看 你們去跟各位 家見的證貌 有的行手 有主機去看 原山飯店的證貌 請舉手 都沒有嘛 這麼簡單的道理 不要看 那就沒辦法 你是看什麼證 我們現在是真的靠我們的幹部 大家欠長內多 在支持的 說起來我們是很厲害的 我沒有騙 你不用跟我們拍手嗎 當然也拍手啊 他都沒有叫你出錢了 我們都在鄉下 你說不會 我交一萬塊 你交一萬塊交給什麼 農莊的主人呢 住三天吃十當 你所有設備用人的 你看他現在圍到後面 後面縮成現在你蓋什麼 蓋那個浴室呢 後面你女兒子有一個大 你看 有沒有 我們都不用錢了 只蓋那個浴室也會花一些錢 才不用 他也是希望說 讓我們所有的人 來自這裡想 所受的待遇 越來越好 所以當然啦 當然啦 我們也要說 他也說 啊 大家人這樣磅到 他做一個農莊的主人 也希望 我們大家可以做得更好的享受 所以他也一直在改善 對他這點的心 我就非常感謝 各位 你有感覺嗎 沒有 給你拍手鼓勵一下 沒有人那些傻的啦 我跟你說啦 只有這些東西跟這些東西 他要煮散 幾億的 拿出來給你去營 不簡單 你看民進黨 從未逃避開始跟驚立 到有人提供這些地方給他們 沒有 今天我們如果真真正 台灣民進黨如果沒有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邀請來幫你幫忙 我們沒有今天啦 絕對沒有啦 不用給我騙啦 你就讓你外面去睡房啦 那睡房喔 有我們的人員 剛才開始這班的 15的人一班耶 20的一班耶 不要說15的20的啦 給你50的 我跟你說 你就了得咪咪咪咪咪咪 你跟隨飯店喔 那糟糕你就扶不掉了 人也沒有價格了 所以真正說喔 台灣是一個 這個土地 是讓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都總 非常的乾杯就是 台灣人 內心裡面 還是行動裡面 都沒有在價格 那要價格 我們價格不去啦 所以 當然我們大家各位來這裡受訓 也是一樣 你也有盡了一份的心力 我認為 你這三天的國際班 你會得到很多東西 得到很多東西 所以你回去 一定要看我們的工業 有新台灣論的行動 好 你都有了 新台灣論 非常重要 你在外面 你跟人家住的時候 你在外面變的時候 拜託你新台灣人把它拋開 來這裡都有答案 除了新台灣的這些東西 除了新台灣的這些東西 以外 因為這些很多東西 都是美國提供給我們的 我也沒那麼厲害 可以發明 沒有原始資料 我沒有辦法寫這些文章 所以我們也要說 美國有心幫我們幫忙 也要靠我們自己台灣人 自己要主角 我們自己台灣人要拼起來 所以我們的訓練 可以說是 要訓練基戰 現在要訓練 觀戰 這兩邊都要訓練 我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開始 所追求的 再也不是人數的多跟少 我們要追求的是 壽直 要素質 如果沒有壽直 我們很快 這個壽直就敗起來 我的煩惱 我們照著政權的時候 我們如果壽直不夠 要跟你一天到台灣獨立 會逃逃逃逃 甚至 有些想說要跟中國副金 跟中國副金 變成共產主義 不是什麼 你敢不敢讓台灣變成共產主義的一個地方嗎 絕對不可能 對不對 只怕也怕死 如果沒辦法的時候 你就像這條路 好多走到台灣的法律 你直接說台灣獨立啦 台灣建國啦 你要跟誰喊台灣建國 你要怎麼建國 你有可能在白人的土地上蓋你的房子嗎 你蓋得更好更漂亮 就會被人拆掉了 你要蓋這個房子 就要有這個地主同意 我們這個地主什麼人 日本天皇 地主如果沒有同意 你敢有可能讓你蓋房子 你台灣人自己要建立你自己的國家 就是日本天皇的土地上面 來蓋我們台灣這個土地的房子 這很簡單的解釋 你聽就應該聽我 所以各位 在國基班裡面 到今天 是第三天的 最後的第二堂課 稍等一下我們議長 會跟我們大家說一個結論 給各位聽 特別說 議長是我非常非常勤勉和感心的人 你這裡議長身體不好 我有人一直叫議長你要休憩 他不是 每一次我來台南去高雄 他說對著 他真的身體很不好 真的 他是拚命在替台灣做事情 你不能說議長 在這裡說很大聲 他身體非常不好 所有人都一樣 都為了台灣這個土地拚 有什麼人在這裡建立的好處 沒有了 希望台灣的後代 可以在這個台灣這個土地 生活比較好 拜台灣人比較有所謂 比較有氣質的 一些中國人所大來的爛文化 要把它去除 尤其是說八擦 這種文化一定要去除 母黑這種文化要把它去除 要把它貶氣 現在台灣人都高雞 民旗知道對方在說八擦 沒關係 嘴也笑笑 不 台灣人要有正義感 當然我不是說正義感 叫你跟他相伯 不是這個意思 母黑 造謠 台灣人是這樣 我就母黑了 自己母黑了 從頭來幫你摸摸摸摸摸 摸摸是要怎樣 為25005年 台灣的論述 到怕你為止 人是越來越多 這屬性嘛 母黑也沒有效 但是母黑有 有一部分會受到影響 這種人是什麼 標示說 在社會裡面 病菌改入侵 叫病菌殺死 我們如果身體更好 我們的法律更準 我們會殺死病菌 我們幾乎殺死病菌 我們台灣才有重生的機會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再一次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議長 他是真的在拚老名 我很清楚 因為我常常在學校 當中 有時候看到他的民生很壞 我都一直說 你要效忍 他竟然說 你秘書長只要說 我就一定要教 實在 讓人感動 真的讓人感動 我是希望我們在座各位 你也都一樣 我們有一樣的心 要來替台灣共同來打拚 你說好嗎 好 來 今天送到這裡 謝謝各位 今天各位好安起立 今天 休息十分鐘 一會兒 請今日